万万没想到 27岁的王一博竟以这种方式官宣喜事 赵丽颖的点评再次证明了他的出众实力 估计连王一博本人也没有想到 最近陈哲元主脸的谍战剧《暗夜与黎明》播出之后 他之前主脸的年代剧《追风者》竟然会再次引起热议 原因很简单 主要是《暗夜与黎明》与《追风者》的情况很相似 不仅讲述的都是上世纪三四年代的谍战故事 而且该剧的演员振荣 也是老戏谷搭配流量演员的组合 但不同的是 《追风者》播出之后 王一博的演技得到了一众网友和业内人士的肯定 而这次陈哲元与王志文 王晋松 这两位演技早已疯神的老戏谷合作 按说更容易提升他的演技 改变网友对他演技的评价才对 但是《暗夜与黎明》播出之后 他的演技却还是遭到了很多网友的吐槽 更有甚者觉得该剧最大的败笔就是他这个男主角 尤其是跟剧中的那些老戏谷对比之后 就更显得他跟年代剧有些格格不入 他的演技看上去还是像在眼偶像剧 也就是说 陈哲远并没有复刻王一博的成功 经此一试 王一博的出众实力再次得到了网友们的肯定 看来如今27岁的王一博 已经跟一般的流量语人区别开来了 他已经走上了另一条旁人并不好复制的大道 王一博最近除了因为跟陈哲远对比 演技再次备受外界认可之外 他的另一个作品也让所有人都对他刮目相看 8月31日 王一博竟然带着他的纪录片与我们见面了 更让我们没有想到的是 王一博的纪录片竟然不是小打小闹 而是真实地开启了六段十分惊险的探索之旅 正如这档纪录片的名字一样 探索心境不仅指的是 王一博探索的那六个地方对他而言是新的地方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也是他们从未去过 也很难走到的地方 这也就意味着 在探索这六个心境的过程中 王一博是肯定会遇到很多艰难险阻的 事实也确实如此 在探索心境已经播出的内容里 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在探险专家的带领下 穿越了热带雨林 还攀爬了悬崖峭壁和雪山 其实王一博敢于开辟探险这条新赛道 他就已经远超很多流量艺人了 毕竟很多人都无法坚持走完这六趟旅程 可王一博在探索心境里的表现 还是刷新的我们对他的固有认知 原来我们认知中纳的不怕吃苦 而且很勇敢的王一博 远比我们认知的还要能吃苦和勇敢 在探索心境已经播出的片段里 我们可以看到王一博在悬崖峭壁上过夜 要知道 在险峻的山崖边上只是随意地挂一个吊帐 然后就在吊帐上面睡一个晚上 这画面光想想就觉得害怕 但王一博不仅做到了 他还一点都没有退缩害怕 最关键的是 王一博攀岩的路线 还是他跟探险专家一起开辟的一条新路线 也就是说 这条路线第一次有人攀爬上去 在这个过程中 需要他们俩第一次在这条攀爬路线上打上锚钉 这无疑加大了攀爬的难度 但王一博还是克服了攀爬过程中的种种困难 最终成功拿下了这条路线的首攀证书 这个独特的成就估计内余的很多艺人都难以达到 在探索心境这档节目中 王一博的表现无疑刷新了我们对他的固有认知 他不仅勇敢的态度面对各种挑战 更是以能吃苦不矫情的实际行动 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他的看法 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全新的标杆 节目中有一个特别令人难忘的片段 那就是王一博与探险专家一起在热带雨林中做饭的场景 在这个环节中 王一博没有丝毫的明星架子 他卷起袖子 亲自下厨 与团队成员共同应对野外生存的挑战 他的表现不仅体现了他的适应能力和团队精神 更展现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 在热带雨林的恶劣环境中 王一博没有因为蚊虫叮咬 潮诗闷热而退缩 反而更加坚定地投入到烹饪过程中 他的手法虽然不如专业厨师那样熟练 但那份认真和努力却让人动容 他不怕脏 不怕累 全程参与 从食材地处理到烹饪的每一个步骤 都亲力轻微展现出了他不同于舞台上的另一面 这个片段在网友中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许多人表示对王一博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不仅在舞台上光芒四射 在生活中同样能够接地气 这种真实的自我展现 让他在观众心中的形象更加立体和饱满 王一博的这种精神 无疑给娱乐圈注入了一股清流 让更多人看到了一个艺人应有的责任感和敬业精神 通过探索心境 王一博不仅展现了自己的多面性 也为娱乐圈树立了一个新的榜样 他的勇敢 坚韧和真实 让人们对他的敬佩之情由人而生 同时也期待他在未来的道路上 能够继续带来更多的精细和正能量 结果他们把自热米饭加热之后 米饭并没有完全熟透 还呈现出加生的状态 但王一博吃起那代加生米饭来 却依旧很香 还说脆脆的很好吃 看到这一个片段 网友们都纷纷为王一博的能吃苦 不矫情点赞 估计要是换作有些人 他们在吃到加生的米饭之后 肯定会各种吐槽 可是 王一博在探险的过程中 他对待所有能吃的食物 不仅全是好评 而且还全都吃得很干净 他的脸上也显满了满足 而一向沉默寡言的王一博 还让我们在探索心境里 看到了他各种输出大道理的模样 在探险的过程中遇到困难 他会说他不相信没有办法 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在跟诚儿导演交流探索心得的时候 他会说出平静地面对所有的困难 也是一种心理上的强大 这样富有哲理的话 看得出这次的探险之旅 让王一博是收获满满 他肯定亲身感受到了一些大道理 而作为观众的我们 则意识到了王一博 并非网上说的脑袋空空 他其实一直都是一个 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从他之前学滑板 看摩托河赛车 就都是他自己选择的 想要让自己人生变得更有意义的方式 而这次他选择拍摄探索纪录片 也是他自己在2022年就有的想法 王一博很喜欢做有挑战的事情 而且他还不怕吃苦 或许正因如此 王一博才走出了一条旁人 很难模仿的新赛道 他不仅一步不证明了自己的演技 而且还得到了业内很多老溪骨和明导的认可 就比如诚儿导演 他就是在跟王一博合作了电影《无名》之后不久 就立马定下让王一博主演他的下一部电影《人语》 仅凭这一点 就能看得出王一博在业界的口碑有多么斐然 他在影视作品中的精湛演技 赢得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一致好评 更重要的是 如今的王一博早已超越了单一的演员身份 成为了多期发展的全能艺人 王一博不仅是一名优秀的演员 他还凭借齐卓越的滑板和街舞技能 在年轻人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力 作为滑板街舞等运动的推广大使 他积极参与各类活动 为推广这些运动付出了巨大努力 他的热情和执着 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并喜爱这些运动 在最近热播的综艺节目《探索新境》中 王一博的表现在次惊艳众人 他勇敢挑战自我 展现了在探险领域的过硬实力 面对未知和困难 他始终保持乐观和坚定 这种精神感染了无数观众 拥有如此多技能的王一博 年仅27岁 就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面对未来 王一博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他年轻 有活力 不断尝试新领域 挑战自我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王一博会继续发挥自己的才华 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 同时也在各个领域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我们有理由相信 这位年轻的艺员将在娱乐圈 绽放更加耀眼的光芒 希望未来他能带给我们更多的惊喜 而其他的艺人也应该向他学习 在做好自己本职工作的同时 去挑战一些新的可能 这样肯定会得到一些新的收获 看一个人的领域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的领域